好,回來了 又要講一講 任正非 其實之前我們有節目都講過 就是 任正非 他在華為的內聯網 發了一個 文章 講了幾件事 很重要的 這個世界 經濟持續衰退 未來三到五年都不可能 轉好 首先想辦法度過 這個三年的艱難時期 首先 就要活下來 活下來就有未來 其實 為什麼我想說多次 其實近來 生意都開始差 大家都看到 那 不是悲觀 我們都不是想圈掩 一些悲觀的情緒 在這裡要多謝 Winnie Tam 和Michael S 很多謝你們 其實我們知道經濟不好 大家都這麼支持我們 其實我都很感動 那 為什麼我們說經濟不好 就是 都是要繼續支持下去呢 因為如果你 不是支持下去的話 你就沒有希望 你支持下去就有希望 其實華為這麼大的企業 都在美語籌謀 想著 怎樣可以繼續生存 那 這件事情 我看完之後 最初的時候 當然是有些觸動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說多次 因為 現在整個世界的環境 開始真的差了很多 其實就 又加息 又各方面 其實澳洲的環境 也是不好的 現在 有些行家 其實已經在說 就是 早前 我都跟這些行家有聊天 都要縮 其實不縮是不行的 那縮的時候 大家就 會看到市面 很多事情都不夠做 其實就 那 我都很希望大家 就是能夠 撐住 其實我們有些螢幕很慘的 2019年 已經被 就是 黑暴搞到 就沒有口吃了 那 2020年的時候 又加多疫情 那 2021年 也是 這個沒有辦法 有很多行業 根本都沒有辦法復常 尤其是 我們有蜂友 做旅遊業的 那他都要 有些都要轉行 有些就做 演唱會 那些的 那 那些生意 都是 不正常的 現在那個情況 那 你看到 華為他都要 就是 就是 修整那個戰線的時候 你就要明白 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 我這些都是一般人 那 那 一定要有些危機意識 看看 現在的情況 是怎樣 就是 員工的飯碗 能夠保住 當然盡量保住 但是能不能夠 全面保得住 這個是有難度的 因為 大家樂 較早之前 亦都公佈了 他的業績 其實他們 說了一些問題 大家都見得到 就是 成本上漲 價格 又很難加 其實現在 你一加那個價格 其實那個需求 就會崩了 其實很慘 現在做生意就是這樣 我們有些朋友都是做食肆的 生意 當然有些人做得好 有些人做得比較差 但是 你跟那個定位 有關係 也是的 其實就是 現在比較便宜的東西 就多些人去 現實的情況 你一加了價 其實 基本上的需求 就減少很多 現在是 那 還有些朋友跟我說 其實現在 沒有一個行業是 長久的 其實大家都 先看清楚 現實 就算 在外國打貧政府工 他們都是可以隨時裁員的 那香港行不行呢 即是香港政府 如果要裁員 其實都不是不行的 那 所以大家都是 就是 要小心一點 我的意思就是 你 最好都是 增強自己的實力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 你想一下 過去20年是怎樣的 就是過去20年 你會留意到 很多行業 其實 都是 變得很厲害 我有朋友做銀行的 那 即是銀行 那個情況 就是 以前 就是很多 branch 就是很多 分行 其實有很多 分行 譬如 一個區 它有三四間分行 那 那 那些分行 其實 很多都整合了 其實 變了 有幾間 細分行 變了一間 大分行 那 變成大分行 之後 又再變 那大分行 就變成了 小分行 其實 那個情況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大部分的事情 轉了在網上做 其實過去20年 很多事情都是不斷改變 那 那 說近一點 在內地的情況 新東方都 因為政策的問題 直接就 收了皮 對吧 這個是政策問題 但是 跟 他們那些行業 裡面的人 不斷亂差 銷售課程 也都其實有關 補習老師 亂差 銷售課程 其實這個是 一直都是有漏集來的 這些漏規 很坦白地說 它是令到自己的行業 被政府收皮的 所以 如果你自己 不規管好 那個情況 那些事情 就是自己的 Pint Tech Lamb 也多謝你的支持 HAPPY WONDER 就說昨天 跟Finance聊天 他也很悲觀 其實我們不是說 要大家悲觀 現在是有些危機意識 認清楚 那個情況 因為連大企業都未與籌謀的時候 大家人都是要未與籌謀 現在內地 體制內 好像很安全 其實 我看回現在國內那些朋友 就算體制內 都是有其他問題 他們又改革又盛的 現在又是 很多人打算 找一個熱門的行業 找對風口 豬都會飛 這個就是國內經常說的 但問題就是 現在的風口 是不吹風的 現在是很多風口 以前是風口 現在不是風口 還有 你在風口上面 吹起會飛的豬 其實可能只有一兩隻 其實實際上 都是要有食力的 所以 在國內的情況 其實 這個風口 豬都會飛 其實就影響了很多企業家的思維 就像恆大老闆 就是為何無端端又去搞電動車 那些 又是信了 這個行業 在風口 在風口 豬都會飛 又可以 賺錢去救自己本業 這一種做法 其實在國內已經行不通了 其實就 可能20年前行得通的事情 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但是有些人的思維 在過去20年沒有進步到的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的 那 有些網友就說有廣告 不好意思 這個廣告就不是我決定 什麼時候派給大家的 這個 是Youtube決定的 那如果你看到 我講講話有廣告 這個真的 很抱歉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不關我的事 這個 那 回來繼續講一講 現在這個社會 沒有穩定的行業 沒有穩定的工作 因為這個時代 變得太快 其實 其實很老實講 很多人 都不喜歡上班 這個現實世界 其實有很多人 上班 好像去送笨 那樣 真的 見老闆 比去送笨 其實就 我自己看見的人都是這樣 沒辦法 那 有些人 每一分每一秒 做事都很煎熬 去玩 也很開心 我也很理解的 大家 想逃避現實 追求一些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很多人都會的 這個是絕對會這樣的 也多謝嘉嘉珠你的支持 先 多謝你 其實 大家要看一下內地的數據 其實內地有些數據 真的不太妥 滴滴 那個用戶 之前就是 4200萬 現在就跌到 1500萬 所以你說 那些平台經濟是否正在賺錢 我們都經常和大家說 那些平台很難賺錢 現在是 那 Showtom 5也要多謝你的支持 先 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身體健康 Showtom 5對大家的祝福 深水埔賭棍又說 不想上班是人性 很正常 是啊 沒有什麼人喜歡的 但是現在 你看一下現實情況 在內地怪獸充電的用戶數 由3000萬跌到120萬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逛街的人少了很多 也多謝GM你的支持 那 佐特就說 沒有得上班 放假就沒有意義 沒有不開心 就不會珍惜開心的時候 大家都珍惜 我們每一次相遇的時間 那 那 葵程 那個用戶 由250萬 就跌到500萬 那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也是跟 旅遊業的問題有關 這個 有人說是疫情防控做到的 其實是不關事的 就是 說給大家聽 2021年也是有疫情防控的 那些人是照旅行的 今年是很不同的 就是 現在有很多人 就把現在的經濟困境 歸咎在疫情防控那裡 說給大家聽 不是這樣的 事實 真的不是這樣的 現在是整個世界出了問題 我們是一早說了給大家聽 這個世界出了問題 大家都是要小心謹慎 你說能不能夠 就是 獨善其身 很難 我也說給大家聽 是非常難的 那 Toracef 說近年不斷封城 下駛鬼 向外面差跌 那當然不是 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的人是不出街的 其實 現實就是 你自己看一看 那個情況先 就是 Toracef 其實實際上 在內地 封控的城市 其實是很少的 今年試過大型封控 其實就是 深圳和 這個 上海 嚴格來說 廣州都沒有封控的 其實 那 亦都多謝 Dini Zhang Banana Lillian Sin Pink 嗯 多謝你們的支持 那 還有 這個 Chip Now 就說 不上班 每個人一出生 就有幾百萬人開頭 那 有些人就 當然 那 當然 不用上班 但不是我 那 那 深水埔島棍 就說 成都呢 那 成都都算是 試過封控的 那 但是你要看一下 國內有多少個大城市 就是 你不可能是少了 三分之二的 情況是 那 現在是不同的 那 Banana Lillian 大連朋友都說封 封一會 大連那些都是封一會 那 不是說不封 其實 如果你看看 封得很短時間 其實就是北京 那些很短時間 封了 其實 德方都不是很多地方 封很久 那 深水埔島棍呢 就說成都封城 影響整個四川省很嚴重 但是 你也要知道 封了是他封了 那 成都封了 沒錯 但是 重慶那些都是照行的 其實就是 我告訴大家 這次 是 不同的 現在那個環境 它是變化 跟疫情 封控 是不是全部有關 我告訴大家 不是的 其實 在2021年的時候 都有地方封控 都沒有搞到這麼嚴重 其實就是 現在是 另外一個情況 來的 因為 現在是有 失業潮 很多人都是想 生存下去 就是 今年有增長的app 就是叫boss直拼 每個月 月活 就是 它 是穩工的 是超過一億的 五十幾天 就新增一千萬用戶 告訴大家 現在就是 大家都是 靠生存頂住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衣食無憂的 其實就是 成年人的底線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滿足自己生活的需求 就是最重要的 深水寶島棍就說 成都 佔四川省的 GDP的35% 是 但是 如果全國範疇 來計算 它也不是那麼嚴重 這個 你也要看清楚 收拳兩 就說環球經濟問題 因為全世界都有問題 Happy Wonder 就說 上海封城影響全世界的航運 鄭德華說 一億賺工 其實內地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那些年輕人 現在沒有公開 這個是 現在是解決不了的情況 是很難搞的 也都多謝阿旭和阿英 你們的支持 很多謝你們 希望你們的生意 繼續興隆 因為阿旭和阿英 如果我沒有搞錯 他應該都是開餐館的 現在的情況 當然是 很多人來說 都是不理想的 唯有盡力做的 個個都是盡力做的 你不上班 哪有錢去養家 哪有錢去供樓 還有養小孩 沒有錢的 一定要靠自己努力去做的 這些是 當一個人面對這些 生活壓力的時候 就會明白的 其實 普通人 不是工作來找我 而是我去找工作 其實我現在也有很大的感悟 其實就是 現在是難了很多 事實就是 真的難了很多 也都多謝 周李 Amy Wu Garfield Liu 李 Chao 你們的支持 大家中秋節快樂 李 Chao 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其實現在這個變動時期 其實就不要拿錢去賭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經常都叫人 不要去押著美元收皮 那些東西 因為你拿錢去賭的話 隨時會沒有了 這個變動時期 其實我們經常都是 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 分三柱買個日圓 那現在就死了 是不是 你分三柱來沽日圓 我都不會叫你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你隨時的時間一錯 你就會輸錢 其實是 現在這個變動時期 除了做好自己要做的工作 根本 其實是沒有捷徑的 事實上是 那清山逃犯麻醉員 就說 如果你拿錢去賭 其實我們 雖然馬貴開羅 我現在都在想要不要再做齊齊發 問題就是 我們 看到這個環境 有些人當然是賭得很誇張 我們不建議大家賭得很誇張 就是經常都說小賭而成 你拿有限錢去玩一下就好 就不要去和畫會拼命 那些千萬不要這樣 現在這個環境 其實是沒有捷徑的 大家要學習提升 增強自我進化的能力 托特斯特就有三次即向 其實也是 要多謝Rita Ho Rita Ho 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身體健康 鄭德華就說 越窮越見鬼 現在是 現在真的 其實 在內地的朋友 都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那個內化遷移 你在那個職場那裏 你能否拿到一個主動權 其實 都是要看一看的 現在 在內地有些單位 在那些二三線城市 就很等人用的 大城市就沒有那麼等人 那你要不要去那些二三線城市 或者四五六七八九線城市 這個你自己都要考慮的 其實是 那還有就是 要看一下 自己的情況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譬如 如果你做開一個行業 你都去涉獵一下其他行業做的事情 看看自己呢 有沒有一個避胎 這個都是後避胎 都是要做的 那 那 但是 都是要告訴大家 最重要 現在很好做的 就是要儲回一些錢 提高 那個 抗風險的能力 因為 世事很難了 高風險的投資 現在不是時候做的 有些人教別人 就是萬里長空美股 那些 我告訴大家 這個是一定不要做的 現在炒股APP 就經常叫人 去沽這個美股 沽這個美元 這兩樣東西 很坦白跟大家說 是不能做的 你一做這個東西 你輸的機會 是八九成的 這個一定告訴大家 是很難搞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的 明天可能會更好 但是 可能 就一點都不好 大家都不知道的 其實是 有些危機感 大家做些準備 那 等危機來的時候 就不會闖無策 其實這個是 有這個必要性 還有 還有 家裏那裏傳糧的問題 我看到我們 一些群組在那裏說 就是內地有些人 家裏一粒東西都不傳的 一粒糧食都不傳 那這一種做法 也是不行的 其實國家一早說了 大家都要傳些糧食 不是為了去打台灣地區 不是這件事 而是 疫情防控的需求 我們解釋過 根本都有可能 令到你 要在家裏 坐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你染了疫 你最少在家裏 留七至十天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自己就是 染了疫之後 我是七天都沒有出過街 其實就是 沒有離開過家裏 其實就是 是整個家人 都不可以離開家裏 那你如果不傳糧 的話 那你怎麼撐呢 對不對 所以就告訴大家 這些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這樣 收拳兩就說 我有個朋友做煙仔 一星期回到兩天工作 其實很難做 現在很多行業都告訴大家 現在是 嚴重到不得了 那 Irie Ma 亦都多謝你的支持 那 Toracef就說 從來玩沽空 都是大鱷一注讀贏 那 是啊 因為他有那些數據 你看不到 他有那些原始交易數據 看得到 你看不到 那他們已經贏很多 那 那深水埗賭棍就說 我買了一個冰櫃 存量已經超過一個月 其實 我們之前都提過大家 這個是要做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那 有句說話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命運 總是不如人意的 但是往往是在無數的痛苦之中 在重重的矛盾和艱辛裏面 才會令人 成熟起來的 人生都是這樣 這個 就是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裏面 寫的一句說話 那 好了 說到這裏 那些不開心的事 說到這裏 就休息一會了 好了 那 回來我們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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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